你有尝试跟林介沟通过吗? 一名香港来台游学的女大生生前留下了一张纸条,写着 请原谅我,不要随便跟林介的人沟通 她在离学校不远的龙山寺被警察找到 诡异的是,警察坚持不愿意给她父母看她最后一段监视器录像 里面到底藏了什么可怕的事实呢? 在告诉你完整故事前,如果你喜欢林音案件影片方式呈现 可以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时间回到2022年9月初,桃园龙华科技大学半夜 206号四人宿舍房间内,大家都熟睡除了其中一名程序女学生 因为睡前喝了太多水,爬起来上厕所 念完后她开了门突然吓一跳,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室友 小钟什么时候突然走到洗手台前,站在那里对她微笑 她顿时感到背脊发凉,但挥挥手就爬回自己的床上 后来没多久就看室友也爬回楼梯回自己的床铺上 她跟中心女学生住在一起两年,都没有发现她会梦游 中女一直以来都很内向安静 自己从香港来台湾念书,几天过后的晚上,中女的妈妈在香港接到女儿的电话 说自己好像遇到不干净的东西,很常看到她们,让她很不开心 当时中妈妈并没有放在心上,只觉得她因为在外地念书压力大 所以就想照原计划10月4号再去找她陪她散散行 但奇怪的是9月15号,她跟妈妈视讯,说自己已经跟同学出去玩,住在饭店里面 当时中妈妈觉得女儿语气好像轻松了一些,精神也好很多 聊了约一小时左右,中妈妈就提议要跟女儿的朋友打招呼 但却被拒绝说现在不太方便 当时妈妈以为她交了男朋友就没有再过问了 时间过了一个礼拜,到了9月28号的夜晚 龙华科技大学宿舍的门禁时间到了,即将要关门 但中女却没有回宿舍 她的室友跟她通完电话后,得知小钟要在外面过夜 明天要去龙山市 室友就想说她应该是要去庙里拜拜散心 她也顺便跟另外两个室友说中女不回来 然后跟他们提起上个礼拜她梦游的事情 没有想到另外两个人也遇过中女怪异行为的情况 像是她对着空气讲话,发出诡异笑声 另外一个室友只是看到她自己一个人在房间玩通宁的游戏 他们发现小钟这些异常行为都是在暑假过后返校后开始的 到了隔天9月29号,一名清洁工在下午2点往龙山市楼梯走下去到公公厕所要做清洁工作 但工作到一半,她发现女厕倒数第二间厕所 从她进去10分钟过后都没有人出来,门也是上锁的 她就敲了门,没有人应门,她低头看看到了一双鞋子 所以她又等了10分钟 但已经将近半小时过了,这里面的人都没有动静 她又再次敲了第二次门 里面的人还是没有回应 她低头看,地板有几件衣服 她赶紧通知保全来开锁 门打开后,突然一名女子倒在地板上,没有生命真相 当时警察到达后,他们在厕所女子周围的包包里面确认了她的身份 里面有张龙华科技大学的学生证件 四位信中的香港学生,又在她包包里面发现了两张字条 第一张写着 对不起,麻烦你们了,要请你很麻烦 第二张字条则是写着 请原谅我,不要随便跟灵界的人沟通 警察又在案发现场发现厕所隔间门是被反锁的 周围没有打斗痕迹 预估中性女学生应该是自己选择离开的 前途无限的19岁女大生是经历了什么事情 才会选择这样的结果呢 警察调出了监视器画面 也到了龙华科技大学做深入调查 中女大生平时在校没有跟其他人有什么过节 关系也都很融洽,目前也没有男友 后来从室友那里得知她会自己玩通灵游戏 暑假过后精神状况就不太理想 出现诡异不寻常的状态 除了通灵游戏之外 学校部分没有其他大问题 另外中女最后申请的几个监视器画面被调出来 最关键的有四段 第一段是9月15号 她住进饭店那天跟妈妈视讯说跟朋友出去玩 但翻查入住记录跟监视器才发现 从头到尾房内都只有她一个人 再来是9月28号 她入住饭店的画面 那天她依然是自己一个人入住 穿着跟29号被发现时差不多的衣服 最后是她离世 那天9月29号上午11点 她到龙山市 画面显示她进了女厕所 待了20几分钟后又走出洗手间 然后过了25分钟后 她再次走回女厕 这次就再也没有出来了 这中间都没有人进去 最后才看到清洁人员约下午2点进去打扫 她第一次离开女厕25分钟 到底是做了什么去了哪里 这也是最重要的第四段监视器录像 每个看到画面的当局人员被集都有点发寒 里面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呢 画面显示她离开厕所后到了寺庙的后殿 跪在神尊前开始膜拜拔杯 第一次圣杯 她的表情看起来有点恐惧 又再继续拔杯 连续三次都拿到圣杯 她停顿了一下又再丢了三次 一样都是圣杯 她开始大哭摇头情绪崩溃 跪在地上头重重的往地下扣 整个过程大概有25分钟 然后她擦了眼泪后又进了女厕 这次就再也没有出来了 她到底问了神明什么问题 让神明笃定的指给她圣杯呢 她的父母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但她留下了字条说 千万不要和灵界的人沟通 她的爸爸回头思考 发现其实很早以前 就已经观察到女儿有一些异常行为 她回香港的那个暑假 房间的门都一直是开的 原本女儿很注重自己的隐私 很讨厌父母擅自进入她的房间 但她想起某天晚上她走进她房间 想看她在做什么 女儿却反常的没有生气 只对她微笑 也很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 她女儿就害怕独自一个人在一个空间内 从那张留下来的字条 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 突然想起10年前龙山市有类似的命案 2012年4月26号的早上6点 一位早上去拜拜的访客 突然在渔池 发现了浮在水上的身体 反而判定她大概是在水里面有5个小时 这代表她前一晚上 人就在庙里没有出来 调查出她的身份 是一名26岁的张姓女子 她的妈妈表示女儿精神状况不太好 常常自言自语 说有人要把她带走 所以就常常到龙山市拜拜 但这次去了却没有回家 张女的身体没有受伤 也没有打斗痕迹 所以最后警察也研判 她应该是爬上渔池的甲山后 意外滑倒然后昏迷 那次的事件之后 龙山市就把渔池的水抽掉 但谁也不知道 10年后又有相似的状况 又发生在龙山市 民俗专家判定 女大生可能是在碰触叠仙比仙之类的通灵方式后 没有结束的很好导致后续的问题发生